你們家沒有務農的嗎 你們家沒有養魚的嗎 你請全黨之力 被傷害最挺你們的土包子農民 麻豆 所有的立法委員都是民進黨的 市長26年來都是民進黨 你們一個都不理他 他們到處存錢 沒有人鳥他 台南市立委候選人謝龍介 聽到賴清德貶低柚子價格 速度對外不斥 你不要再唱衰台灣的農業了啦 怎麼已經沒有30塊 我賣52塊46塊啦 忽顯忽顯到神經病了嗎 就怕柚子價格被砍低 謝龍介連日對外公布數據 就是希望民進黨給幼農一條活路 我的對手還說他是鳳梨農的兒子 你爸爸不做了 也不代表你不是農民的兒子 永遠都是 你更應該關心這個土地 你去找吳先生 他要出兩個貨櫃 你去跟他談說那是你接的 人家不理你 為什麼 因為去年他的鳳梨擺爛的時候 他開記者會 你說他是假農民 你今年去接他 關廟的吳先生 你要不要臉啦 不要這樣子 選舉不能這樣嘛 不要背離人性 我說他們為了選舉 抹黑了這些幼農 你打擊我無所謂嘛 但是我們已經公佈價格了嘛 對不對 已經有52塊46塊 他還是提30塊 今天又更提到25塊一斤 25塊一斤 農民會哭呢 我真的是 你說30塊 你在無料農民 你海市農民 30塊 警察對你的家裡裡 說出來 綠營損害農民權益 已經不是第一次 對獨立 跟權益 2011年 台中東市農民出面抗議 自己種的田市價格直直落 罪魁禍首 就是民進黨 民進黨這一報 我們的所有的 直銷訂單全部沒有了 他說一斤兩塊而已 你們賣我們那麼貴 當年蔡英文和馬英九 為了競爭2012大選 推出水果月曆文宣 每個月份列出最低收購價格 民進黨當作選戰政治武器 原來民進黨從中央到地方 又開記者會 然後一直打你 事隔8年一樣的手法 再度搬上舞台 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 民進黨雖然執政 有很多的批評 有很多的質疑 他被受到很大的一個挑戰 你才來到現場 我們感受到那種氣氛 很久不見了 還以前三個月去阿嬤做也沒有這樣